说到朱朱文大家都不陌生,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,在山东松野我是大明星的歌手选秀节目中,凭借一曲惊艳的《滚滚长江,东市水》一下子就火了,而在大一哥出名之后,各种商业给大一哥带来了很多的收入,可是随之而来的也是各种麻烦不断,由于经常在外演出,所以家里陪伴孩子的时间是十字没有的,所以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没有好好的教育, 女儿呢也没有在上学,整日不存在家,儿子则去打架抽烟都学会了,没给家里少贴麻烦,有一次受节目邀请朱志文还指着老婆的头发说,头发也染黄了,还不如不染的,她在家黑头发看着顺眼,人家说志文有了本事,你得拴住她的心,她说咋能拴住她的心吗? 她们说你把你的头发染黄就拴住心了,不过女人毕竟有着自己的小心思,老婆李玉环领,依然更多美丽的目标奋斗,如今李玉环确实变化很大,一直都比以前光滑白色多了,加上适当的包装和集装盒里的朱志文飞机也是很搬配的,即使如此两个人还是有不少的分歧,没成名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做能活,此日子一起做谁都不嫌弃谁,成名之后 妻子对朱志文是蛮用不断,外朱志文成年代代演出家里能活就自己一个人吧,还要照顾孩子太过于心中,甚至要求朱志文最第一次的圈,看来成名之后的朱志文家里的这本心更满面了